要介绍的是制作导印纸需要的材料 用到采喷纸 采喷纸的设计尺寸是高11元5厘米宽 5.8厘米以及阻光板 这是我们要印关的材料 以及印壳塑料手机壳 首先我们要把阻光板上的一层塑料包毛去掉 如果不去掉的话 印上去的颜色会非常的浅 非常影响效果 我们把塑料包毛去掉以后 要把这个打印好的图案跟这个阻光板对齐 对齐的时候要注意上下的位置 如果反了的话 印上去的人也会是反的 我们在把图案跟阻光板对齐之后 要用耐高弯胶带固定一下 一定要注意我们使用的是特制的耐高弯胶带 如果用普通胶带印制会有高温效 会有些难看的印子影响效果 这是我们做手机可需要用到的平板机 所以我们温度跟时间已经设置好了 下面就开始印制 在温度到达设定好的190度之后 我们把阻光板放入到发热板下面 我们把阻光板放入到发热板下面 下面就要进行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以后我们抬起发热板 同时注意刚做成的阻光板会比较烫 我们要小心一些 最好是等一下再去用手接触阻光板 阻光板印制好之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阻光板上的阻光板 用双面胶固定在手机壳上 首先把双面胶的一面撕掉 然后把双面胶固定在硬壳塑料手机壳上 撕双面胶的时候要耐心一些 先从一个角开始撕掉 撕掉双面胶的一面 把双面胶对好位置固定在手机壳上 在固定好双面胶的一面之后 下面要把双面胶的另外一面也撕掉 另外一面撕掉了之后 就可以用来固定印好图案的阻光板了 我们的双面胶还是非常牢固的 印上去之后又因为有凹槽的关系 所以印上去之后 根本是不必担心脱落的问题 好了 一个印好 印有自己喜欢图案的iPhone 4或4S手机壳已经成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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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